本月10号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宣布 根据美国内法对所谓在新疆侵犯人权的 四名中方官员实施制裁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依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 自即日起对美方四名人员进行对等反制 赵立坚表示 美方依据美国内法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 对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 有关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针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 中方决定依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 进行对等反制 从即日起 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 马恩扎副主席特克尔委员巴尔加瓦 委员卡尔实施相应反制 反制措施包括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 包括内地和香港澳门 冻结其在华财产 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同其交易 必须指出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没有权利 没有资格横加干涉 美方应撤销所谓制裁 停止干涉新疆事务和中国内政 中方将是形势发展 做出进一步反应 感谢观看